Nintendo,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从前天开始我们进入了紧锣密捕的 为了大师最新推出的Enlighten这个软件 它的完善工作,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 然后我被分到的这个课题就是财富 所以在这几个录像中跟大家分享 听到大师开始讲财富的一些心得体验 在这个录像中想跟大家分享 大师讲的我们人生的 大家持有的一些错误的金钱观和财富观 大师说财富除了我们要把人生中 要把政务圆满这件超意识觉醒这件事情 放在第一位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创造财富 create wealth 大师说财富它等于我们的生命力 我们的生命力就是财富 如果我们的财富出问题了 我们的生命力就出问题 财富是要用来创造的 create 但是不是用来偷抢的这样的 所以以这种方式得到的财富 不是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是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财富 有很多人他认为我保守的存钱 就是我人生的有财富的方法 这个也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财富是要循环的 并且它的来源是要靠你来创造的 而不是只是就是守住不放这样 然后有一些人的误解对财富 很多人认为财富是罪恶的源泉 是肮脏的 是不道德的 大师反倒说 如果你不能创造财富 这个才是罪恶 这个是信 not being able to create wealth is sin 我们的人生只要活着 自然就是创造财富的一个过程 大师说如果你不能创造财富 就证明你没有再过自己的人生 或者是你是一个极其抑郁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人生的状态 很弱的生命力 是直接走向坟墓的状态 所以呢 只要我们人生能够让自己不停地往前走 不停地创造自己想实现的现状 那么财富呢 就是一个产物 它就是一个自然会形成的状态 这个是废陀文化的财富观 他也打破了很多朋友 对金钱对财富的偏激的认知 认为这个就是罪恶的本源 没有这个就好了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反倒是大师说 如果你不能创造财富 你应该看一看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这样 很多不能创造财富的人呢 是反对人生的 痛恨人生的这样的人生观 反倒是能够创造财富的人呢 他们的人生观是积极地向上的 所以呢 把这一点大师对财富的 废陀文化的财富观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 也希望能解除大家心中对财富的一些疑惑 希望所有人呢 都能跟金钱是一个圆满的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认知状态 非常欢迎大家都能来使用 大师的Enlighten这个软件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 还没有下载呢 现在赶紧下载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点了灯 谢谢大家